吴景岩言之幻发,陈乔恩首次尝试反派继母角色 黄欣玲加入演唱OST、张雨琪和董璇、友情客串等 杨超越作为女配角最让人感到惊讶 因为她曾是一位备受瞩目的顶流小花 一度出演多部重要戏剧并且分头无两 要知道她曾是九五花中备受关注的一言 没料到的是她居然能够不计较身份的参演女主角 更加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预告片中可以看到 杨超越这次扮演的是女主角的妹妹姜黎 不管是化妆还是演技都让人印象深刻 杨超越自从出道以来就一直备受争议 主要原因在于她虽然毫无演技 却频繁出演女主角角色 导致很多优秀的电视剧以及实力派男演员受到牵连 最终效果令人难以忍受 她在这个次要的角色里展现出了出色的表演技巧 特别是在被打时 身穿白衣长发随意披散 跪在地上的场景展现出她那坚强冷傲的一面 仿佛是一朵清新而倔强的小白花 杨超越脸部被打后特写显示双眼泛红 这是我第一次在她那张精致的脸上看到了演技这个词 当然她的许多全身镜头也都展现出了极其出色的氛围 她呈现出一种天真无邪的形象 却又充满了一种沉重的破碎感 目前这部剧备受观众期待 尽管即将与刘亦飞主演的玫瑰的故事对决 但仍然备受人们看好其潜力爆发 考虑到演习攻略的成功前车之剑 再加上这部同样以爽文人设为卖点 拥有众多知名女演员和实力派演员家们 还吸引了几位备受瞩目的流量明星 你觉得鱼正是想要通过口碑和人气双管齐下来推广这部剧吗 你对这部剧有信心吗 杨超越这位曾经在风口浪尖上摔倒的顶流 是否能够通过这面的机遇再次走红呢